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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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今天这期视频 我想做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呢 是一个 废弃的日历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2019年的 废弃里 我一直留着它 就是想说 有一天 能够把这上面的图案 剪下来 做一个拼贴画 嗯 然后就想到 其实可以跟ASMR 结合一下 就是有有 说话的声音 又有见到 咔嚓咔嚓的声音 希望会是一次 比较好的 尝试 也希望能够帮助你 入睡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 捡一捡 这个吧 这是一个小猫咪 甲猫 它们 它们 用冷可爱 也 凶狠 矫健 它们被 封若生命 也 滤造 无减 伤害 它们早年 就已出道 为人类 消除 不舒缓 但指尖仍难说 被完全循环 一秒前 它还是软猛的 坏中宠物 一秒之后 就可能变成 恐怖的小动物杀手 跟随着人类 它们的脚步 早已打遍整个世界 未来 也还将和人类一起 百步相见 甲猫 甲猫 它先把这个 可爱的 小猫咪 粘着边缘 慢慢的 剪下来 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 原因需要非常 因为我很怕剪到它 因为我很怕剪到它 OK 还差最后一点 一只小猫咪就 剪出来了 OK 这里再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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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一下 让它 更加的 更加的 圆滑一点点 OK 小猫咪 然后是 让我们看一看 下一个 讲什么呢 这本日历 这本日历 它其实是 就是关于 介绍各种 生物 还有植物的 所以 不仅有 小动物 还有植物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 看一看 这个 这是什么呢 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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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金干 金居 金草等别名 在混乱的干居家族里 可以看到 它们 甚至不深明朗 但这不妨碍它 因为名字 成了吉祥的象中 在广州春节的 画室上 金居 拓远的果实 像小灯笼一样 点缀在绿叶之中 真是金鱼满堂 又吉祥如鱼 其实金居在中国南方 应该是比较常吃的一种水果 不太 不太确定国外 国外应该也经常吃吧 如果有知道的 或者吃过的 国外的朋友 可以在评文区告诉我 好的 那我们把它也剪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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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冰箱就比剛才的小貓咪要 稍微難解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 穿著的地方非常多 啊 那不要緊張 但其實稍微露一點點的 白邊應該會 更好看一些吧 乾一下這片葉子 這樣過來 這一點要小心咯 好 OK OK 完成 我又完成了一個 小金句 這樣看起來它們 它們好像可以 組合在一起 莫名還挺可愛的呢 嘿 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 再 看看 看見下一個 剛剛見了一個植物 那我們來見一個動物吧 這個 明顯更有難度 大隻 大隻 幾巨蟹 大隻 幾巨蟹 不挑食 從獄類 藻類 到寄生虫 都是它們的食物 它們背著屋子 敗壞在 超 間 但那屋子 卻不是它們 自己造的 而是 中落等 軟體動物 死去之後 留下的二手房 由人類活動頻繁的 海邊城市 找不到 何時空格的幾巨蟹 會起身於 尺寸剛好的 飲料瓶蓋 或其他生活 垃圾中 要如何看待 人類對幾巨蟹的影響呢 哦 其實這個還是 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幾巨蟹的 它的這個 蓋子 並不是它生來就有的 你看這上面 就介紹說 如果它找不到 合適的功課 這個可能會 在垃圾中 這樣生活 所以也叫做幾巨蟹 OK 那我們來 把這個幾巨蟹給剪下 我決定把它 先 整個打開的剪下來 然後再 細緻的修剪 覺得這樣可能 效率會高一點點 A A 還有這邊 在長時間沒有做過這種 動手的工作 稍微有那麼 很意思意思的不熟練 這邊 再把它 修剪一下 來 來 這個 我們在長時間 可以 把這 拉 一點點 最後一點把它吐掉 還有吐瓜 這裡是稍微有點難度 這樣 這邊 一隻小雞巨蟹出現了 OK 那我們來下一個 下一個來剪這個 帝王話 帝王話 這個 我不太確定 我有沒有在中國 見到過 看一下它的見解 帝王話 在開普遍和約翰內斯堡的街道兩旁 常常會見到南非的國畫 帝王話 哦 原來這個是南非的國畫 South Africa National Flower 帝王話 帝王話 帝王話自帶融入花圍 顏色名利動人 去它的包片 拖著 裡面 成熟的小花 它來自一個獨特的植物家族 山龍燕客 山龍燕客的植物 通常分布在世界的南端 例如 非洲南部 大洋洲等地 其中有不少已被培育為 備受喜愛的園藝品種 怪不得 那所以在澳大利亞 澳洲 應該也會 你常看到這種花 還是 非常非常漂亮的 所以 一種植物 因為它這個 細節實在是太多了 我決定就 大概的 剪一個 出來 好 OK 花花 極巨蟹 哎呀 高放了 不好意思 花花極巨蟹 感覺也是非常好看的 配色 OK 那今天這期 就是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給我點贊 記得點贊 然後 看一看大家的反饋吧 如果說 喜歡這種 剪刀的聲音 和人手結合的話 我會考慮出下一期的 畢竟還有這麼多 我沒有剪 拜拜